那时有些法理失人来试探耶稣说 男人随便用任何理由优妻 都是符合法律的吗 他回答说 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 创造者当初做了他们男和女 并说 为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自己的妻子结合 两人成为一体 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个身体尿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谁都不能拆散 他们又问 可是为什么没失法律说 男人给妻子写一张休书 就可以叫他走呢 耶稣对他们说 没失知道你们心硬 才准准許你们休妻 但当初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除非因为妻子淫乱 谁是犯了奸 谁是犯了奸淫罪 谁是犯了奸淫罪 谁被与过的妇人 也是犯了奸淫罪 门徒们便对他说 夫妻关系弱是这样 比结婚反而更好 耶稣说 你们刚才说的话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 只有那些蒙恩赐的人 才能接受 有些人天生就不能结婚生育 有些事别人使他们如此 还有些人使为了天国 而放弃了结婚生育 谁能接受 就接受罢